接下来进入生活小学堂 你知道吗 我们人过了50岁过后 我们肌肉的密度还有力量 会逐渐的流失 当我们没有肌肉没有力的时候 我们就会更加容易跌倒 而跌倒是年长者 全球年长者 受伤害的第一大的风险 危害 所以其实爱运动的人 就会很清楚这一点 但是尤其是在对年长者的照顾来说 平常的健康生活就至关重要 今天我们要欢迎这位嘉宾 要教我们怎么样的避免 就是可能摔倒一些简单的运动 我们一起来欢迎的是 来自盛港社区医院物理治疗师 赖宗俊 欢迎 刚才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 有稍微提到一点 说像拐杖这一类的行走辅助器 其实我们一般人对它的了解 可能是少之又少 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了好几种不同的类型 可以先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所以一般而言 我们的行走辅助器 大概可以分成三大类 第一个的话是属于这种比较大的 整个U-shape 我们一般称作是助行器 那助行器其实又可以分成两种 依照它的前面有 是这种直接一支下去 还是说有轮子的 有轮或是没有轮的助行器 它功能是不一样的吧 对 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那我等一下会一起介绍说 说不同的要怎么选择 好 那另外还有一种的话 是直接上面有单支 单手支撑 但是它下面有一个四指角 我们一般常常称为四脚拐 那依照它的底面积 可以分成宽的四脚拐或是窄的 那我今天带的这一支是宽的四脚拐 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一般很常见的 整个直接只有一支支撑的单拐 这最长 对 市面上最多的 是的 OK 是怎么样的人需要用到 怎么样不同的助行器 或者是这个单拐 所以一般而言的话 其实使用助行器的 使用这种行走辅具的实力 是依据它不同的功能状况而定 那所以一般在用助行器 用这种助行器 通常是在长期久坐或卧床 导致它整个下肢比较无力 或者是有一些急性的状况 比如像它的下肢的髋关节 膝关节有手术之后 或者有些背部的手术 那导致下肢无力 就会使用这个助行器 有整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 那另外这一种四脚拐的话呢 应该它只有一边的支撑 所以通常如果是明显单侧 无力的状况 所以像我刚刚提到 如果单侧的膝关节或是髋关节有问题 或者是有一些神经血上的症状 像是有中风 它导致单侧无力 那我们可能就会使用一边的四脚拐来使用 我可以顺便多问一个问题 在这个情况底下 应该是左侧无力的时候 拐杖该撑在右边 还是应该是左侧无力 拐杖必须撑在左边 所以这个是一般很常会困扰的问题 所以因为这个拐杖 它最主要是去帮忙支撑 它就好像是我们的第三只脚 提供一个足够的稳定去支撑 所以我们要使用在有力的那一侧 譬如我现在用这个例子为例 假设我的左脚 假设我左脚痛 就是手术之后疼痛无力的话 那我应该要使用在右侧 它才有足够的支撑 那最后刚刚提到这个单拐 因为它可以看到它的下面 就是其实没有这么稳定 所以它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支撑 所以一般而言只是用在 比较不稳的情况 所以一般热营人士老人家 他的走路 他其实脚是有力的 只是稳定度没有这么好的话 就会使用这个拐杖来帮忙支撑 也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一个人 他也许是在手术后复原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会从一个阶段 然后会需要不断的改变这些住行器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专业物理治疗师做评估 然后根据个案它恢复的状况 去选择它最适合适当的一个服具 那同时考量它的本身身体的功能 还有以及说居家的环境 因为像家里环境如果是有阶梯 或是有门槛的话 那我们考虑的其实就会不一样 所以都需要有特别的评估 然后去看要使用哪一种比较适合 那如果我们要协助年长者 或者是可能从那个手术 刚匡复的一些病人来说 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在他们用这些 所以一般而言我们在使用服具上面 大概有四个部分 四点要注意 所以第一个是高度 那第二个是使用的姿势 还有使用的位置 一直使用的步骤 所以第一个以高度来讲的话 我的手这样 就是当我站直立 我手放松的时候 这个握柄差不多应该是在我手腕的高度 那所以如果当我使用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的手肘是微弯 大概20度左右 这样的使用上会比较适合 但是它全身的力量可以直接压在这个上面 对 因为如果太高 你可以想太高的话变成这样子 或者太低的话可能 这个个案可能就开始会有驼背的现象 那其实这样就对于使用上就没有这么的稳定 所以这是在高度的部分 那第二个是使用的姿势 所以当你的高度选择适当的时候 你的整个站姿站立 身体直立 那肩膀是整个放松的状态 眼睛看前面 这样会比较好使用 那我们在临床上常常看到 有一些问题就是 它可能会拿太高 或者是整个弯 然后就变成这样子 对 那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就没有真的 很好的使用到这个 这个行踪扶具的一个功能 那在使用这个的时候 如果旁边的人想要搀扶 其实适合吗 还是其实最好就不需要了 依照个案它的状况 需要不同搀扶的程度 那所以一般我会建议说 如果要辅助的话 譬如以我而言 我的右边是无力或是受伤的 那这时候呢 照顾者就要站在他的右侧 那同时他的手呢 可以是去扶在这个腰后面 然后同时帮忙去协助 他去行走 对 这是在照顾上 要注意的事情 那另外在使用的一个位置的话 我刚刚有提到说 刚刚使用在我们有力的部分 有力的位置 所以尽量是在右侧 左侧受伤的话 我就会使用在右边 OK 那最后一个是使用的步骤 所以一般如果在走路的话 我们可以把走路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的拐杖先出去 再来是无力的脚要先出去 然后再来才是有力的 就可以当成一二三这样走 会是比较稳定的 那所以在家里平面行走 或者说有一个门槛 要跨过门槛进到厕所 都是一样的方式 但这个适合上下楼梯吗 上下楼梯我们就要看楼梯的宽度 那因为像我刚刚提到说 这种四脚拐 它有宽的跟窄的 所以我们就会去评估说 哪一种比较适合 有没有办法去利用这个上下楼梯 是 那 今天你也准备了一些运动 要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 怎么样去锻炼一下我们这个肌肉 对不对 所以我大概很简单 就是示范大概四个运动 所以第一个的话是 只要这些动作在家里 只要有一张椅子 其实就可以就可以坐 所以第一个我们就坐着放松 那尽量椅子是可以让你的脚舒服的放在地上 刚好膝盖弯曲90度左右 双手抱胸直接由坐姿整个站起来 站直之后再往下坐 所以这个动作的话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臀部跟大腿的肌肉力量 那第二个动作我们可能需要到这个椅子的后方 手扶在椅背上 那做一个原地踏步或操兵的动作 可以的话尽量我们把这个脚腿尽量抬高到大腿的高度 可以训练你的单腿的支撑还有大腿的力气 一般上建议大家在家里重复多少次会比较有效 所以这些运动的话一般而言会建议每天两回到三回 所以可以是早上下午或是傍晚 那每一次的话可以尽量做重复十下到十五下 但是当然如果坐得太累 或者是说坐当中有任何不舒服或是疼痛的话 还是要去建议寻求去找医师或是专业的物理治疗师来评估 那第三个动作的话 转侧面我们一手扶在椅子上 那同时只要一只脚跨大步出去 然后变成一个弓箭步 前脚膝盖弯曲 后脚确定我们的膝盖是整个伸直的 那这个动作可以去训练我们单脚的稳定 还有整个腿的肌力 所以是还蛮适合老人家的活动 最后一个很简单 只是一个伸展的动作 所以坐姿之后 单脚伸直出去 那这时候我们两只手扶在膝盖的位置 缓慢的慢慢往前伸展去拉 那应该会感觉到整个腿后侧这边有紧绷拉到的感觉 可以停到十秒之后 那再慢慢的回来 可以伸展我们的背部跟腿部的肌肉 是可能很多人不晓得 一个人的柔软度对于健康来说是至关重要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谢谢 谢谢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欢迎浏览八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我们时程史诗的面部 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 时程有约 我们与您再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